Hi 大家好,我是歐瑪 今天來到西門訂一間非常漂亮的共享廚房 那旁邊是我們這間共享廚房Cook Living的創辦人Coco 請Coco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Coco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可以邀請到Coco 那我想了解一下說 當初你有想到共享廚房這個概念是怎麼來的 其實這個是之前跟我同事討論聊天來的 你們之前就很喜歡聚會嗎 不是,是我朋友她是台中來台北打拚的女生 然後是她很喜歡下廚 然後她每次下班前她就會跟她表姐討論說今天晚餐要煮什麼 OK 然後但是後來他們就是離開搬離公寓之後 就是房東把房子收回去 他們被迫要自己去找亞房 然後在那個之後他們就開始沒有廚房可以下廚了 所以那時候才發現 所以她那時候有跟我說 然後我就發現說 其實台北有超多像這樣子的人 就是他們是在台北打拚 然後他們想要好好煮頓飯 不論是跟家人團聚 或者是跟朋友團聚 其實這件事太難得了 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或許就是在台北 然後開一個像這樣的共享廚房 應該會是大家所需要的 喔 原來是 真的是有觀察到大家的這個需求面 需要被滿足 所以來開這個空間 對對對 可是因為 我有聽說你之前的工作室就是市場研究有關係 那市場研究這個部分 它對於你在開創這個事業的時候有什麼樣的幫助嗎 有 就像那時候 所以那個 像剛剛那個只是一個起頭嘛 但是我們不可能 因為一個空間 做一個廚房 還要花很多錢 對 就是不太可能 就這樣把錢砸下去 實在太心痛了 所以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 也有回去看我們的研究資料 就是包括我們會發現幾件事情 例如說第一個 就是我們有做過居家的研究 就是大家對於住家生活的期待 就是居住環境的期待是什麼 對 然後其中一個就發現說 其中很多人他會想要有 中島開放式的廚房 對啊 那是所有女生的夢想吧 是不是 尤其對租屋的人來講 根本就不太可能 對 然後 然後因為太多人都想要這個了 但是台灣 因為我們有太多原因 導致這件事情無法實現 不論是台灣人的料理方式 或者是說 台灣人的普遍住家 其實沒有那麼重視廚房 對 對 廚房通常都是被塞在一個角落 然後媽媽就要揮汗鱸魚的做菜 然後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喔好 大家 對於開放式廚房是充滿期待 但是 其實住家的裝修也很難獲得的 就是一個 然後後來還有發現一個是 我們做科技研究的 科技與人際的時候 也有發現說 欸 現在 即時通訊太發達了 發達到 你想要跟別人講什麼話 你不論是想要聯絡感情 或者是 你想要知道他的最新狀況 或者是你想要看看他這個人的過去歷史 其實現在的 太輕易了 太輕易了 然後所以那面對面還要幹嘛呢 嗯 對 好 然後那時候其實研究是發現說 因為這件事情交流變得容易 所以人們其實也會更期待說 我們可以真實接觸 可以更多的交流 然後去創造更多的回憶 然後去再把這些回憶放到我們的online上面去做曝光 就是你線下的交流跟聚會 其實是為了產生一些可以放到線上去擴散給別人知道的內容 嗯 嗯 就是所以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這件事也蠻重要的 所以就是變成你線下要幹嘛就變很重要 所以最近幾年那個活動越來越多 就是 好玩的活動越來越多 值得拍照的活動越來越多 對 這件事情就變重要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還有做飲食的研究 然後也有發現說 因為那時候有問到一些餐廳 然後也會發現說 其實大家對餐廳也越來越不滿足了 對 因為餐廳其實就是吃飯 然後聊天 然後因為聊天就是沒話聊了 因為你在online都聊完了 對 所以你線下就會沒話聊 然後這就會造成 然後那時候大家可能就會跟我們說 大家可能就滑滑手機 就沒什麼哏 沒有什麼共同的話題 對對對 所以餐廳就會反而是他們 覺得需要大幅度改進的一個場域 所以綜合很多點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那做夢翔廚房應該 可以一次解決上面這些問題 是吧 就是我們可以有開放式的廚房 你們可以來玩 然後你們不論會不會下廚 反正你們就是來玩的 然後你們幾乎不下廚 所以你們光是拿個鍋 才就很值得拍照 是吧 你真的是打中現在 都有 愛就是漂漂亮亮拍照的女生的心願 對啊 我不想要油煙味 但是我要好像裝著我很賢慧這樣 對對對 而且重點是大家做完之後真的很好吃 然後拍照的成品可以再拍一撥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如果是這樣子 就應該還是可以做的 所以你們這個 就是品牌的這個知名度被打開 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沒有特別就是 比如說做怎麼樣 很特別的行銷的方式嗎 行銷 我覺得我們好像沒有做太多特別的行銷 但是我們有做幾件事 就例如說該開的粉專啊 內容 粉專或什麼都有做 然後其中 花比較多心事的是在我們的網站上 然後那時候我們網站就是很認真去做Google SEO 就是搜尋情的優化 然後讓大家 可以就是 不論你要搜租借廚房啊 你搜共享廚房 或者是兩人下廚 你可能 我們 你都會搜尋到我們 我可能都會是 你的第一頁 你可能在第一頁就會找到我們 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一開始 如果搜共享廚房 我們可能還是在第六頁左右 還是在後面 還是在後面 但是爬個幾頁之後 我們就回到 我們就到第一頁了 然後在第一頁之後 我們的業績就會翻倍這樣子 往上成這樣 然後 對 因為我們就是 一般比到共享廚房 我們大家那時候就是 有可能會跑出兩種概念 第一種嘛 因為我們就是類似那種 就是廚藝教室 就是那種就是 比較多不鏽鋼 那些那個器具這樣子 比較冷冰冰 但是大家就是那邊就是一起 就是 老師就是教學這樣子 一種是這種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它是純粹就是 租界廚房的場地 可能就是 讓大家就是那邊 就是煮一煮 然後 然後就走了 所以 那你們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在於什麼 我們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如果大家 來過庫里民 應該很容易就會發現 就是我們 庫里民是一個 很像家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整體的裝潢設計 其實都是希望給大家 有家的感覺 你走進來 你其實就會覺得很像回家 甚至是你在我們這邊 待三點五四小時 或更久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你好像在迎接朋友來一家聚會 這是最大的不同 所以 我們的所有的裝修 就會跟外面料理教室很不一樣 外面的料理教室 所以他可能他的強調是分組容易 然後老師教學 然後他們就很容易是一桌一桌這樣子 分個六七桌 甚至八桌 多少桌 然後大家分組這樣子 然後但是如果你是家裡的話 家裡不會長這樣 家裡的廚房 就這樣 了不起就是一個L 或是一個M 對 對 不太會長得緊字格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 設計的原則 都是follow 家庭式廚房的設計的原則 只是 因為大家來到外面 他也不會想要像家一樣亂 對 所以我們會 因為我們很多的參考的demo 飯本都是外國的廚房 因為外國就是開放式廚房 對 沒錯 對 我覺得你們聰明 因為這種家的氛圍 讓大家就是 不自學的 就是留下來留很久 但其實紐材模式 最大的也是 賣這個空間 對 賣空間的時間 我就不想走了 對 時間就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真的沒錯 然後這個也是跟外面餐廳比較大的差異 對 因為現在台北就是會希望你良小 因為他們賺的是帆桌率 對 所以他們希望你趕快離開 但我們不是賺帆桌率 我們希望你待久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延長時間 基本上我們都是非常彈性 只要後面沒有其他客人 就是你要家多久就家多久 我們現在應該 假日應該都超滿的 那平日呢 我們平日的話 我們平日的話就是租借給一些藝人 網紅 或者是攝影團隊拍攝廣告 YouTube 所以可能在很多他們的影片裡面 看到美麗的空間就是你們這邊 對 太好 就是活椒還活廣告耶 對啊 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哪些廚房是我們的 真的 真的大家來找茶的概念 那當初為什麼你會選定西門町 作為第一個店開展的地方 我們選西門町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交通非常的方便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讓大家來聚會嘛 所以如果你要想讓大家聚在一起 那就是你要讓大家很容易到達 嗯 像我們之前也有從台中來的 從哪裡來的 那他們 如果你們 尤其是那個四五十歲他們的同學會 朋友可能都已經不知道都在哪裡了 對 所以他們就很容易來 就西門至少他們都是他們就是 知道的地方 對沒錯沒錯 對 然後容易抵達 而且你們這個空間下 他的使用環境其實很大 像我們客人在這邊 他們有辦過超多種聚會的 就是例如說像生日聚會 然後很多人就會想要佈置他們的環境 對 然後我們的空間都是可以讓大家自由的佈置 嗯 然後或者是說 有的人他想要做比較高級聚會的感覺 嗯 然後他們就可以在我們這邊擺那種長桌 就是西式業會不是都是擺很長的長桌嗎 對 然後我們都可以幫大家調整桌型 甚至是 大家也很喜歡做PK料理賽 嗯 對吧很好玩 對 那我們也可以把那個桌子把它調整成比較適合PK的 嗯 讓人家分組更明顯 嗯 就很好玩我覺得 還有辦過像婚禮啊等等的這樣子 嗯 所以其實這些其實都是從一種就是 生活體驗出方對不對 就是很有別於就是 一般外面可能我們對於 在餐廳啊或者是對於一些廚房的想像 就是更跳脫出來 對對對 嗯沒錯就是在這邊我覺得就很像 其實我 我那時候覺得就是我們打造了一個場域 然後讓你可以生活在你理想的生活情境裡 嗯 我覺得像Cook Living這樣的共享廚房空間 有幾個成功的關鍵 第一 要設在位於交通易達性很高的地方 第二 要因應不同的活動內容 空間使用彈性要大 第三 找尋空間前呢 要先抓住 精準的目標受眾 第四 因為它的商業模式主要就是在賣空間跟時間 因此塑造家一樣的氛圍呢 往往可以讓客戶延長它的使用時間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第一時間分享給你哦